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060集 蓄谋已久 天尊和殷侯告诉了众人一些关于西域邪盟之主 传说中的阿都罗的事情 这位叱咤风云的武林至尊 谁曾想竟然死在了四个无名小卒的手里 买一条命用了四万两 不止夺走了他的命 还取走了头和心 这种行为其实很明显 如果真想斩草除根 直接将尸体烧了不就行了 非要带回来这两样 存了阿都罗内力的气脏 不用问是拿来练功的 无论出钱收买人命的是什么人 首先他十分了解阿都罗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认识的人 其次那么多高手可以挑 为何高价请了这四个无名小卒呢 不怕耽误事吗 还是另有目的 带着重重疑问 众人问天尊和殷侯 那个人得到了阿都罗的头和心 如果炼成了会怎样呢 首先阿都罗的内力是相当特别的 怎么个特别法 殷侯老鬼所谓的邪功啊 是没见过世面的那帮江湖人瞎说的 不过阿都罗的才是真正的邪功 其实我一直很想问 经常听人说什么邪功 那究竟怎样的功夫才算是邪功呢 道理很简单 就跟钱财似的 看来路挣不挣 如果一个人是通过自己努力 堂堂正正赚来的钱 那就是正财 通过旁门左道和使一些小聪明赚来的钱 算是偏财 突然天上掉下来靠运气得来的钱呢 叫横财 以上三种都可以算是正常渠道得来的财富 功夫也一样 无论是自己苦练的 动脑筋琢磨出来的 还是有其余 这些都是正当的功夫 那邪功就是不正当的法子练出来的功夫吗 嗯 偷强骗等等方式得来的钱财 那都是邪财 是来路不正的 同样道理 从别人手中抢来的内力 并非自己练出来那种 那就是邪功 邪功练成可以有很多种途径 有的直接抢夺内力 有的呢 就通过骇人来练内力 那阿都罗是属于哪一种啊 第二种 阿都罗通过杀人来练功 闻言 众人都忍不住皱眉 他那么高内力 那是杀了多少人 那估计不少 其实啊 单纯穷凶极恶 也练不成他那样 关键还是他的归心之术 将内力翻倍 这个相当邪门 翻倍 那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比较慢 到后来不是会增转很快啊 对啊 前期是一年翻两年 后面就是五十年翻一百年呢 要收到的反噬也大 内力是会反噬的 为什么要一点一点量啊 因为一个人的内脏 包括精神状况 能承受的内力都是有限的 增加一两年的分量没什么 可如果突然给你增加五十年 一百年 天尊指了指自己 挑挑眉 意思是后果通常都不太妙 众人心领神会 赢妖王给了天尊一百年的内力 结果天尊好多事情都忘记了 整个人也像被封印了一样 糊涂了上百年 而解除之后 赢妖王的内力也随之消散了 所谓的归星之术 是不是一种假象啊 天尊微微一笑 鹰猴点头 瞧天尊 你还真没少教他 嗯 他自个儿看书学的 假象 内力还有假象 每十年一归星 是因为稳不住内力吧 阿独伦应该只有五十年的内力 是属于自己的 其余五十年是从别人那里夺来的 想稳住这内力不散 就必须十年归星一次 白玉堂点头 他也是这样想的 天尊瞟了一眼阴猴 你家那位也教得不错吧 那得到阿都罗的心和头 究竟能弄到多少内力 管他有多少呢 总之 要使用这些内力 都要和阿都罗一样 过多少时间归星一次 来稳住内力 要控制住这样的内力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练个十几二十年非常正常 看来他当年选了你们四个 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林烨火看四大门派的掌门 四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都觉得匪夷所思 他们四个当年就是 心高气傲 只可惜 眼高手低的穷光蛋 看上他们什么 众人又审视这四位掌门 问题可能还是在这四个人身上 你们四个人既然这么早就认识 还做了第一笔的生意 为何关系这么差呀 龙桥广有些不明白 他们几个兄弟也是从小认识 患难与共 应该感情好过亲兄弟才对呀 就是 既然关系不好 那干嘛都挤在苏州府 这个小地方 索性住远点呗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多难受 我们从西域回到苏州府的时候 几乎是同时买了四块地 同时买 四块地同时出售吗 而且还都是低价 所以我们各自抢了一块 就扎根在苏州府了 最后建立起了门派 虽然也算是竞争关系 但起先并不对立 后来不知道怎么了 这些连陆续都有 零星的争端发生 哎 现在想想 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但是往往会吵成大事 这么说起来 好像是一直有人在挑拨的感觉 的确是总也不得安扭 展昭等人对视了一眼 那样子倒是像有人 一直在给这四大门派制造争端 但是目的何在呢 四大门派的掌门 此时也是疑心重重 聊完了之后 展昭让他们先回去 洋庄什么都不知道 就说天尊请他们去 是劝架的 希望他们和平共处 等送走了这几位掌门 众人坐下接着谈 天尊和殷侯 找吴沙他们继续玩去了 就剩下开封府众人 商量案情 感觉像是早就安排好的 那黑衣人也挺逗啊 难道是故意找了四个 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 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杀了阿杜罗又赚了钱 回去之后 各自穿立门派 还同处一城之中 然后隔三差五 挑起他们门派间的斗争 让他们水火不容 图什么 吃饱撑的 如果真是计划好的 这次黄金傀赖案 也算是最终目的 顺利的话 他应该让这四大门派 为争夺十枚金环打起来 最后金环成为了中原武林传奇 人人争夺 于是死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不是江湖人都觉得 好像有些牵强 这计划也未免太长了 这么多年难免有变数 再者说了 怎么这么凑巧 这四大门派的规模差不多 势力也差不多 的确 哪来的人呢 是啊 这几个门派 每个门派至少千人 少林天山才多少人呢 一般的小门派 能在短时间内 聚集这么多人吗 掌门还是白手起家的 而且门派内高手不少 每个门派至少有三四个 拿得出手的后起之秀 另外 高手十个以上 会不会太强了些 门派兴旺 也不全是掌门的功劳吧 白玉堂突然开口 众人都一愣 仔细想了想 的确 这几位掌门 其实都不算太靠乎 满石虎虽然阴险有余 但智慧不足 而且贪得无厌 不像是个干大事的人 若不是潘里帮他 石虎堂能有今天 长孙靖手下几个徒弟 也是比一般人要强 那花一辰和司徒月 怎么看上去满肚子坏水啊 说到此处 众人都是对视了一眼 有了一个共同的 但是说出来 也稍显荒唐的想法 你们谁来说 估计也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吧 赵普看了看众人 众人都点了点头 小四子一举手 我知道 众人都好奇看他 公孙捏住他腮帮子 你最近越来越贫了 小四子揉揉脸 小梁子一直在旁边听 他对江湖市也是挺感兴趣的 就问 你们是不是想说 那些徒弟里 有不少也是那个黑人安排的 众人一笑 小四子也跟着点头 对的 金葵了孩子的人 都是他们门派内的人呢 自己人下手暗算比较方便 而且也知道 那些掌门什么时候 说自下人坏话 众人都让小四子和小梁子 逗乐了 说白了之后 的确是个小孩子 都懂得道理 换言之 那四个人创建四大门派 是帮着那个黑衣人 教徒弟吗 类似 培养出来的可都是中原武林的接班人 同时 还都是内应 那还得了 能不能找出来 哪些是奸的呀 众人都为难 能够怀疑的对象不少 要筛选 难度太高 中原武林这些年 可是有不少后起之秀的 虽然我们不怎么关注江湖 但武林新旧更替 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果这些新人里面 有很多是所谓的内应 或者奸细的话 想搅混中原武林这坛 本来就不清澈的水 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才是真正的 灭掉中原武林的计划吧 比起查案子来 更难的是找内奸 四大门派门下这么多人 哪个是内应啊 真有奸细的话 那也是潜伏了十几二十年啊 厉害 想到这里 众人也挠头 从何处下手呢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转转你看 这里有只金色的小虫子 哎 这里怎么会有金鞘子 先搁上去看看 小四子 抱紧我哦 小四子 你也来了 大猫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提醒你一句 龙途暗卷集开始播了 不要忘记订阅分享